哈喽,我是台传媒记者雅文 我是台中市记者协会直音 今天我们来到台中市西屯区公所 没错,巴马国际为我们捐赠防疫物资 一起为公益尽一份心力 现在就到我们现场看看状况吧 全世界的新冠肺炎疫情还在不断蔓延 为了帮助台湾的防疫工作 巴马国际公司特别在2021年9月7号 捐赠大批天然植物萃取的防疫精油跟防疫口罩 给台中市西屯区公所 希望守护前线人员的健康 为台湾防疫尽一份心力 巴马国际董事长王文青表示 这次捐赠防疫物资给区公所跟台中市各单位 就是要传达巴马对社会跟民众的关心和支持 希望能够第一线的我们的抗疫英雄 可以得到再进一步的保障 也感谢区长今天在这里等着我们送过来 谢谢 OK 非常感谢 谢谢 西屯区公所区长陈宝云说 很感谢巴马国际配合政府单位一起防疫 陈区长在捐赠仪式现场 戴上防疫精油的口罩之后 发现口罩有一股清香 感觉相当不错 陈区长相当肯定巴马国际的品质跟用心 巴马国际也在现场教导区公所人员 如何使用防疫精油 让前线人员可以得到最完整的防护 我们非常感谢这些热心公益的企业界 来捐赠防疫物资给我们公所 西屯公所 因为我们西屯公所这边 像之前我们是设立了五个快打站 那之后我们是成立了四个快打站 那每一次快打站都有医护人员 公所的人员 那也有警察人员 那还有我们很多就是来协助的志工 巴马国际公司创办人王文青表示 巴马国际从2010年创办以来 一直秉持着取之社会 用之社会的经营理念 未来也会不断研发优良产品 守护民众的健康 也会积极做公益 回馈社会 让宝岛福尔摩沙 能更加幸福美好 记者罗亚文 李芷怡 台中报导 他们都是需要 有这些防疫物资